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些学校就是可能会白白的学校 然后旁边的商区随时都会结束 可是呢128万这个数字 应该是房东还没有想要认真 体会到这件事情 他什么时候会降价 就要等到旁边的大同出来宣告说 对不起我们今年不招生了 然后他就 What 然后就 对不对 砍掉只剩28万吗 我看起来他也不会 他可能是148万把 然后让你在砍对半之类的 好 我们不要议论这个屋主他会被怎么杀 可是我们可以显然知道 这个房子大概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样懂齁 那我们现在 既然我能够掌握这些大学即将退场的名单 你们也可以 可是呢 还有一个名单会比较恐吓性的 那这个恐吓性不是我恐吓 而是这些学校是下一波 海巷会淹没的学校 这么多 这么多 一样哦 你看100注册率 我们讲地域六成倒定了 这是六成左右 其实六成跟五成五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的事情 今年六成 明年多少 差不多了 所以你知我知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只要做个心理准备就可以 为自己的房事有做一些准备 齐通有都会区哦 你看 高院在高雄 环球在云林 慈继 慈慧 医护 累于医护没有 医护照倒啊 医护之前也倒过哪一间 倒过台南有一间 这是屏东的 东方在高雄 远东在台南 华夏在中和 明道华范 请你看 华范大学在新北市的三峡 还是不是三峡 石定 深山里面 所以新北市觉得 我不可能为了房价便宜去住石定 大华在新竹县 新竹县耶 商圈耶 在新北市 中州科技大学彰化 又有一个彰化 彰化两间 明道跟中州 美河在屏东 省吾在新北市 省吾在哪里 诶 你们知道省吾在哪里吗 我是因为看到这个表情 才去查省吾在哪 要不然我不知道省吾在哪里耶 我孤陋寡玩 对不起 我真的孤陋寡玩 在林口 不知道吧 玄奘 新竹市 你看 竹科旁边 你会觉得 竹科旁边到底会有没有机会 其实 像这些新竹市旁边的 就是 学生走了 上班族就有机会出租 就变成一个轮替 所以它对于房市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当然是说 原本玄奘大学 或是另外这个 大华科技大学 它旁边的出租套房 它原本就是混着上班商圈的 那 学校自己本来也有宿舍 都有宿舍 所以这些 比较偏远的学校都会有宿舍 那学生溜出来的比例 其实没有高到 能够足以去支撑一个商圈 或是毁的一个商圈 所以 玄奘跟大华倒掉 我个人认为其实还好 但是 上班族会有机会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在竹科上班 然后你想要便宜租个房子 便宜租个房子 这两个学校一倒 你们的机会就比较高一点 就是 学生就没有跟你去抢好房子 但是 烂房子就没有人要租了 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 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网YouTube频道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闻的